怪事天天有 今天都他妈气乐了 昨天晚上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中国足球队和小鬼子 咱也别说人家小鬼子了 别那么说了 在踢球这件事上 咱还得针对人家保持尊重 就是中国男足和日本男足 在这个世界杯18强的比赛上 0比7输给人家了 丢人呐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输7个球不是咱们中国队的底线 那是时间的底线 要是再提还能输 这是什么比赛呀 这可不是什么友谊赛表演赛 什么冠亚军争夺赛 对 这是那小组积分赛呀 这场比赛就两个队踢最多 他就积三分啊 三分就够用了 人家本来应该是啊 日本队啊 亚洲一流强队 对呀 人家奔着那个世界杯四强去的 人家得保存点实力啊 是啊 留点体力啊 再有这日本队这11个球员呢 都是在那欧洲踢球的 是啊 他怕受伤啊 对 按理说应该就是说 3比0积分拿到以后 就不会玩命踢了 转功为首了就 陪着你玩玩 对呀 结果被人干了 0比7 你就是说你别说11个人 你扔11头猪进去就满场乱跑 他不见得能灌你7个球了 他不可能让他进来 你就不应该去 是 说实话你就还省了机票钱了吗 浪费钱吧 他不是 那你找个理由 你说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头点晚上 喝酒 怎么着 吃海参 拉肚子 好吗 去不了了 那不就赔三分吗 那个就 那海参得罪谁了 是呢 是可说呢 原来说叫他们海参队 他们说是侮辱他们 现在叫他们海参队 那妥妥的那侮辱海参的 那个 海参都不愿意了 有句话说的好啊 就说 男儿是可杀不可辱 是啊 咱们昨天晚上那比赛 那就是先辱了 后杀了 齐齿大辱啊 那差的太多了啊 不是 现在这个足球场上都是高科技吗 对 就是你这球员呢 你在哪踢球接触球 那一块的岩上有个图啊 坐的 就深一点 热量高 热量高 就深一点 它能标志出来 咱们那头上球形无垒 在哪 哪的位置 最深呢 哪啊 就是中线开球的那地方 可卖了力气了 还有啊 咱们这个球员呢 嗯 就是接球最多 传球最准的是谁呢 谁啊 就是守门员 守门员最累了 咱整场比赛都没见着对方守门员 什么模样 就没少人的办场聚会 人家都快感冒了 对 你要早知道这样 但是你那十个人 你别这么什么二三四那几队形了 你就把那十个人挪到门口上 他踢去呗 你堵着 也不见得能踢成那个零比七吧 那个 也不至于这么丢人 最生气的是谁呢 谁呀 就是咱们这些铁杆球迷呀 可不是吗 刚得了消息 就是咱们那个资深球迷 这辈子最喜欢中国足球的男人 谁呀 贵二牛 哎呦 就是咱们劳动模范 是 一生只爱中国足球 可不是吗 85年的时候 嗯 就是看球输了一个球 喜欢的队伍 啊 呱呱把那电视砸了呀 不是皮皮够大的 85年砸电视 我气的呀 相当于现在那个砸了个奔驰车呀 可不吗 哎呦 这个太有名了 哎呦 今年老先生76了 昨天晚上中国和日本那张比赛 11点36结束的 对 老先生11点40走的 杀伤力太大了 踢死了呀 哎 他们得负责任呢 让他们赔 你按理说 之前那个足球界反腐该抓的也抓了 该弄的都弄了 弄了弄了 现在应该是不存在什么这个那个的问题了 假球 但是你一看他们满场都跟梦游似的 靠 你踢不着足球 你踢人也行啊 你撞他 你放手也行啊 对啊 一个个跟个二傻子似的 就让人这本就是来回这么一跳啊 哎呦 就跟那 耍猴似的 傻 哎太丢人了 哎 咱们这个男子足球队 我这我不知道他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培训 这个球员的标准是什么呀 我感觉我感觉他们也就是注重这些什么身体素质 嗯 是不是能跑多快能蹦多高 能不能接着球 四肢发达 哎 四肢发达 头刀简单 对 没有球伤 没脑子 哎 什么叫球伤呢 什么叫球伤 就是你踢球的这个智商和情商简成球伤 就是哎 你有这个感觉 你这做点有点智力吧 你看咱们选的这个光看身体素质 明显那几个中卫和后卫 那长的模样啊 咱们不是骑士 你来了 就是个憨憨 嗯 你看那场上的表现啊 那球来了 哎 叫他妈会这个 整场比赛啊 哎呦 有那范志毅不是单人的解说吗 是 有段时间范志毅和其他两位都不说话了 太难为他们 看了半天 范志毅说了一句 说什么呀 看的我都定住了 他们都定住了 零比七结束 范志毅都要跳那黄虎江的 你说哎呦 哎 当时那李铁当那 那个教练的时候 对 是不是又收钱呢 又搞腐败啊 好多人骂人家是这个 成绩不好啊 哎 咱不知道这监狱组织不组织看这比赛啊 要是真组织看了 今天晚上一定得看好李铁呀 看他干嘛呀 我估计李铁看了这比赛 他气得都得他妈越狱 可不是吧 全球大营 哪哪都行